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子学堂全球投资报 我们带着您在全球的金融市场绕一绕 我是主持人林陈映 在我左手边是我们的资深证券分析师财纳克 大家好 我是财纳克 我们和财纳克在这个单元 都从技术分析的部分 为各位朋友们来追踪 全世界有这么多的金融商品 那么有哪些是重要的 有哪些是关键的 那么在之前我们提到说 能源的部分 石油和天然气哪一个值得投资 还没有看上一集的朋友的话 记得赶快回去看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候 财纳克又要为各位朋友揭露了 当能源的趋势是这样发展 那么接下来的话 该有哪些注意的焦点呢 我们看到说居然是跟汇率 还有货币的话是有关系 是的 那么这张图表大家看到 它就是加拿大的货币 加币 它的一个走势图 为什么加拿大货币 是我们今天要谈论到一个主轴 因为加拿大来讲的话 它主要的出口方面 就是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 它的国内的经济来讲的话 主要是金融保险业 它真正的所谓的农产品出口 出口来讲的话 占它出口只有8% 所以它的能源出口 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看到加币 先前从那个 一美元只能够兑0.94加币 然后之后呢 一美元却可以兑换 1.47加币 加币贬值了 贬值了 贬值了百分之五十几 哇这严重 这非常严重 然后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原油方面的不断的叠价 造成加币的不断的贬值 如今川普的要上任 它的新能源政策和它的贸易政策 是有直接的关系 大家仔细想想 它的贸易政策是什么 它不要所谓的全球自由化 它是要从多边贸易 转为双边贸易 你国家和我做生意 原则上面要对等 不能够只有你国家在赚钱 我国家买你国家的东西 但是我的人民却没有生计可言 这是川普他不能够忍受 也是他在竞选之前 竞选竞选结果之前 他一直强调的一件事情 如今他仍然在强调的部分 就在这里 所以他既然是从所谓多边贸易 要转为所谓的双边贸易 但是我们也知道 有一个贸易协定叫北美自由贸易区 北美自由贸易区 我还记得林兄上一次 是有谈过 他原本是美国和加拿大 后来越觉得太单薄了 再多加了一个墨西哥 但是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来讲的话 墨西哥83.9%的出口贸易 是针对美国的 所以他几乎他国内生产东西 全部都丢给你美国 所以他也产生了 在2015年来讲的话 墨西哥对于美国贸易 造成美国贸易赤字来讲的话 将近有580亿美元 但是这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后来加上 墨西哥他先前只是对加拿大之间的 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把墨西哥秉除掉之后呢 其实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他是多边的协定或是双边协定 他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会这样的讲 因为美国最大的出口贸易伙伴就是加拿大 美国对外输出最大金额 就是把他国内的东西卖给谁了 卖给加拿大 所以加拿大没有影响美国人的就业 也没影响美国的生活 在去年2015年来讲的话 美国卖出去 卖给加拿大来讲的话 总共金额来讲的话是2800多亿美金 但是从加拿大进口来讲的话 是2900多亿美金这两个数字非常非常接近 所以这次川普的贸易政策来讲的话 所谓大家说他贸易壁垒 他要将这个自由化完全打破 他从所谓的多边贸易转为所谓的双边贸易 但是对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原则上面 他无法改变 因为大家是进出口进出超都是平衡的 所以就在此时 我们在上个阶段里面谈论到石油和天然气 然后刚好要符合到加拿大国家 他主要输出的就是石油和天然气 是他国家获利的来源 那么这个地方对加拿大来对他 占领美国市场来讲的话 等于人员市场 我个人认为他有十足的把握 而且又有中东将美国的页岩油价格压得不能动 让他们没有办法赚钱 那么当然谁会得利 他干脆就直接用加拿大的石油和天然气 也不用加税 因为他们没有关税提高的必要性 所以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我们从加币的现象 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我们来看到这个地方 从加币的走势来讲的话 他这个价位更高 但是他的指标呢 确实降低 这叫做所谓的趋向背离 往上的趋向背离 就代表他的压力呢 要越来越大 他会价格会往下走 也就是加币会乘一层升值的情况 从月线上面可以看出这样子的端倪 我们再来我们看到下一张图表 下一张图表是加币的周线图 就更明显了 从他的价格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价格的部分来讲的话 涨跌悬空来讲的话 涨与涨之间的比较 跌与跌之间的比较 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多方转弱 而空方转强 怎么看 请你看到我在上面画了几个线 几个线 这个地方叫做涨 对 那之前的涨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是 从涨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他的角度已经趋缓了 也就是加币贬值的可能性 大幅度的增加 这样 他的升值的可能性开始会加强 而且这个地方叫做跌 跌这么多 但之前的跌只有跌一点点 所以从涨跌悬空告诉我们 未来加币的走势是往下 对 但是这就代表加币是升值 这代表加币要升值了 是 而且从指标来看 我的加币从这个位置点到这个位置点 我指标已经从底部到了最高的顶端 这叫做指标无效性 既然无效 那就一定会朝向指标有效的地方去走 那就是往下走 而且它这边的周KD来讲的话 已经形成破线往下 而且从K线来讲的话 周K线来讲的话 已经也形成破线 所以这个地方形成所谓的ABC反弹 就怎么看 再给你看 仔细看 这叫做A 这叫做B 这叫做C 标准的 很平缓的ABC反弹结束 所以接下去加币 它会开始形成所谓升值 对于我们在刚刚看到另外一张图表 所告诉你的 美国的能源市场 加拿大将是获利者 是可以配合在一起 因为国家的货币强弱 和它的经济是有直接的关系 既然从技术面告诉我们 加币要升值 代表加拿大的经济会开始 因为美国的能源政策 和美国的贸易政策的两相结合在一起 反而会促成加拿大经济的一个复苏 那么这个单元就从技术面来讲的话 为您说到这里 是的 在这一次财纳课的话 从能源接下来分析到 这个趋势的话 如何去推断 包括像是加拿大的基本面 那么甚至于在加币未来的总市 那么这些都可以提供给您作为参考 把这一套 如果把它给理解清楚呢 就可以应用在全世界不同的商品 跟工具上面了 也就可以立足台湾 放眼天下 谢谢您的收看 祝您投资顺利 谢谢您的观众 谢谢您的观众 谢谢您的观众